在刚开始接触OneNote作为班级经营时 在群组中直接建立单元是最容易入门的方式 但是如果您已经使用OneNote一段时间 或遇到以下的情境 可能就会发现用上述的方法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管理教材方式 例如您一个学期可能有多个OneNote的群组班级在进行中 那您不想要为每个群组都重新建立一个相同的教材单元 第二个您可能想要统一管理这些教材测验单元 那日后呢这些教材测验有更新时 所有有使用这些单元的群组都可以同步更新 因此建议您可以回到OneNote的核心设计 以课程为题 群组为用 教材的更新就能够一次到位 首先您可以透过订阅或是建立您自己的课程 将课程当成是您的资料库 您可以在课程中针对您的授课范围或是有兴趣的主题 建立相关的课程知识内容 在每个课程中依照不同的主题 增加相关的课程教材内容 配合OneNote的浏览器扩充工具 您可以更方便的收集网页或是影片的教材 有了这些课程资料库之后 我们就能轻松利用任务中的选取单元 将您有需要的课程内容 加入任务中 日后这些教材单元有更新时 就能一并更新群组中的这些单元 如果您的教材已经有上传到Google云端硬碟上 那么透过OneNote网页的单元类型 就能将它加入OneNote中 若您的教材有需要更新时 可以进入Google云端硬碟中 找到该教材 按右键 管理版本 就能从这边上传新版本 这样OneNote也会同步更新 万一教材档案更新有错误时 您可以随时删除新版本 就能回到您原本的档案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